不过我妈说我不该做的事 埋怨 被我猜到了 你就跟那个男人说 你妈也会花钱啊 男人就帮你走 2024台湾省最新高分电影震撼台戏 影片女主林品同 凭借此片荣获金马姐 以12岁的年龄成为金马史上最年轻的影后 故事开始便是高能 女孩放学正准备回家 却看到母亲开车来接班倒保罗 可一个身为母亲的女人 为何在如此恶劣天气不关心自己的女儿 却来接送一个男人 于是小小决定看看两人究竟要去哪里 经过一番跟踪 最终发现两人在班倒楼下下车 班倒和母亲看起来似乎很熟悉 就像是经常来班倒家里做客一样 甚至看不出一丝拘谨 而此时的小小已经在车内等了许久不见两人出来 过动症也开始发作 诶 你在干嘛 这钱一直跳诶 还要加一层 以前有代购吗 多少 算你400啊 400加一层多少 多少啊 400加一层你不会算 算够吗 我只有这些了 哦 算你800啊 而另一边的母亲此时也正准备回家 却不料屋内突然响起电话 接听后却发现对方正是小小 你先去让他躲一下 躲什么躲 为什么好躲的 此时的小小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亨生似乎在宣泄着心中的不满 可母亲非但没有给女儿一个解释 还告诉女儿自己在他这个年龄早就帮家里干活赚钱了 更是指责小小每天什么都不做还给他整天找麻烦 可本就患有疾病的小小 在他持续不断的指责下再也忍不住 我把事情讲清楚错了吗 我跟你高通错了吗 我每次想解决问题你就想着大好大叫 医生不是就要不要好好高通吗 就在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小小又开始不停地晃动板凳 就是这一举动惹得了后桌同学的不满 对着小小后背就用力一扎 干嘛出我了 小小的大声喊叫 老师似乎并没有感到意外 同学也并没有因此跟他发起争吵 因为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全班25人24人都跟他发生过冲突 就当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的时候 小小忽然扭伸过来再次对着同学撒起 可即便如此 同学也没有因此生气 老师也没有因此斥责他的行为 就当课间小小洗拖把准备打扫卫生的时候 同桌过来好心提醒他这里并不能洗拖把 还帮他把水桶拿出来接水 可小小却不接受他的好语 怎么样 不要老师讲啊 可同桌表示自己并不会这样去做 更是告诉他一件唯独他自己不知道的秘密 那就是谁能忍住不跟他发生冲突 那么就会得到老师一张贴纸的奖励 小小听了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已经感觉到了同桌的善意 认为同桌跟其他同学不一样 可小小并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排斥自己 唯独他愿意亲近自己 更是从心中把他当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性格也开始改变 甚至开始愿意将脏水用来浇数 这一举动也得到了老师的夸奖 老师为了给小小解释昨天的事情 于是在中午带小小出去吃饭 并告诉小小 他的母亲非常关心他 从四年级的时候就来找自己想要给他补习 但学校规章制度并不允许这样 所以就只能微方先找他学习 然后到家以后再交给他 可小小似乎并不想听这些解释 毕竟他已经不是小孩子 这些谎言根本不能骗到他 但小小似乎并不排斥保罗 在学校有保罗陪伴的时候十分开心 可就当他晚上回到家中 似乎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因为每天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 就是母亲让他吃药 就在当晚小小意外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 小小恳求父亲下个月孝庆回来看他 可父亲因为常常在欧洲出差 并不能随时回家 在小小的再三恳求下父亲承诺尽量回来 当父亲提起有没有想要的礼物时 小小告诉父亲想要个望远镜 可就当来自父亲的爱还没收到 就收到了来自班导保罗的疼爱 可患有过动症的小小时常会引起一些麻烦 因为他常常不会去按照规则做事情 有着一份随意的性格 想完就完也不会去乖乖排队 可就当母亲看到小小的状态 并没有去平静地教导孩子 而是第一反应就认为小小犯病了 对小小大声指责 可就在此时小小被男孩一把推下 男孩的父亲也急忙上前关心是否受伤 但保罗第一时间就要求男孩下来道歉 即便男孩父亲认为是小小插队在先 那也是男孩先动手的 保罗极力维护小小 就像是看到了一个父亲为自己女儿遮风挡雨的场景 可身为母亲的威方却上前拦下 更是以自己女儿患有过动症结束了这场冲突 可小小毕竟是一个孩子 当听到被母亲以自己有病来结束这场冲突的时候 内心作何感想 很快就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小小躲在屋里并不想吃 还不停地开关灯光发泄 但保罗认为是小小在跟他打摩斯密码 并耐心地和小小玩游戏 希望能够缓解他的情绪 就当保罗邀请威方参与的时候 他却对此感到十分无趣 认为能说话的事情不需要这么复杂 更是劝他也不要玩这种游戏 甚至拿出之前带小小去医院发生的事情告诉保罗 那个医生问他说 你到生日里面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 你猜他说什么 他有什么 是个 一定有死人吗 医生当时也这么问 他就说 对 必须是 非死不可 你干嘛乱讲这些啊 我会问这样你的事吗 此时的威方似乎还不明白自己的事情 早就被女儿知道了 就算女儿生气地跑走 也无法让他心中生起同理心 这或许是小小常年这样早已让他心中麻木 最后还是保罗将小小情绪稳定下来 可保罗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 有一些同样在影响了小小 因为他的好意 甚至有些同学为了得到贴纸 故意欺负小小以此达到目的 唯独同桌一直陪在他身边 还会陪他一起看喜欢的猫头鹰 可就在当晚小小回到家中 母亲并不在家 只有提前做好的饭菜 而母亲则是和保罗出去约会了 得知真相小小又开始变得暴躁起来 在电梯里发泄着自己心中的不满 还将垃圾弄得满地都是 可就当母亲回来后 看见屋内遍地狼藉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对着小小又打又骂 让威方没想到小小居然开始顶撞他 更是不给他留一丝面子 你都已经五年纪了 我到底要讲这些东西都听得懂啊 那你呢 你也五十几岁啊 你没吃药 为什么要吃药 你叫他吃吃看呢 周小小 去罚站 没想到小小真的听话去罚站 手打直哦 我才四十岁哦 虽然保罗对小小大声斥责 但等威方进屋后 保罗却悄悄地走到小小面前 跟小小说着悄悄话 可就当第二天小小来到学校 将零食分享给同学 可同学并没有感谢 反倒是十分嫌弃他的东西 甚至其他同学还半鬼脸嘲笑他 只有同桌不嫌弃他和他一起玩 可就当他们来一起看猫头鹰时 却发现笼子里面的鸟不见了 而此时同桌无意间的一个举动 让小小再次感受到了少有的温暖 小小突然想起早上来的时候 在仓库闻见烤酒机的味道 于是两人前往仓库一探究竟 开门后满身酒气的大叔 告诉他们猫头鹰被送医院 可两人根本不相信要进去看看 两个人根本都不过一个中年大叔 最后只能被拒之门外 小小本想将这件事情告诉老师 却不料同桌一番话 让他幡然醒悟 你不要看他的公友 谁谁谁什么人啊 乱中霜却拿着到他 我要是像你这么聪明 我爸就不会不回家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哼 如果 我受无果 如果我妈做我不该做的事 太远了 被我猜到了 可就当两人回教室的时候 恰好遇见了保罗 保罗将同桌叫住 并且十分关心他 这让小小看到了十分不舒服 就像是害怕同桌 去分走保罗对他的关心 就在两人回家的路上 小小从同桌口中无意间得知 保罗喜欢紫色的发带 于是买回家戴在头上 给保罗展示 可保罗并没有表现出喜欢 更是一把将发带撤下 哎 你怎么拉你这头发 别的同学我不管 可是你不能办法带 为什么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两人在一起玩得十分开心 却不料被回家的薇芳正好看到 薇芳看起来似乎很嫉妒 两人的感情 就在当晚薇芳主动给女儿洗澡 你刚才玩了 还给你看 还给你玩 你一人要去 干嘛 薇芳也想要和女儿一起玩耍的计划 以失败告终 薇芳只好再找到保罗 在他这里寻求一丝精神慰藉 就在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小小看见小胖子正在欺负同桌 上去一把就将小胖子撞在墙上 而结果就是被叫家长 还要开红单 因为保罗的缘故 在此之前从未开过红单 可今天保罗偏偏不在 回到家后 薇芳就开始不停地抱怨 就这样薇芳不停抱怨 但小小根本无动于衷 就连吃药都不肯 薇芳只好打电话叫保罗过来 令人意外的是 这次保罗的话小小也不听了 在保罗的一番教育之下 小小虽然还是十分不耐烦 但还是乖乖将药喝了 却不料下一秒直接喷了保罗一声 你是臭三八四两号 此刻的保罗心里也十分失望 就当半夜保罗睡醒 薇芳还在和小小玩游戏 了解后才知道 小小又开始耍脾气 更是口出狂言要玩三天三夜 而薇芳也不惯着她 她要玩就陪她一起玩到底 就这样三人玩了一夜 直到小小已经困得睡着 可薇芳并没有选择让小小去睡觉 而是继续喊小小起来玩 三两下之后小小再次睡着 可薇芳依旧是反复将小小叫醒 就算是小小回屋睡觉 依旧是难逃被拽起来的命运 在母亲的一番折腾下 小小再也受不了 拿出药片就往嘴里狂塞 而这一刻薇芳才知道 女儿为什么如此 这一刻薇芳内心顿感十分愧疚 母女两人终于紧接地抱在了一起 误解在这一刻也成功化解 虽然小小回到学校 想要严格控制自己情绪 可命运总会捉弄人 当小小回到学校 班里的同学依旧会欺负她 但这并不能影响她的情绪变化 她早已习惯 让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唯一信任的同学会对自己出手 面对同桌的背叛 小小久久不能回事 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瞬间报复她 她疯狂地发泄着自己 也正是因为这次冲突 导致小小出现了异常 看起来更加异于常人 所有家长都投诉要求让小小转去 同桌也找到小小告诉了她实情 原来同桌并不是发自内心 想要和她做朋友 毕竟有几个人愿意为了和一个人做朋友 与全班为敌 保罗下一学期就要拜拜了 你知道吗 我老师跟你说好了 一刚开始 是保罗叫我坐你旁边 叫我教你功课 不然你还以为是为什么 而此时的保罗回到了家中 准备收拾东西离开 原来是他们两个的事情被校方知道 保罗不想继续这样下去 于是决定跟微方分手 却不料微方精神同样脆弱 无法接受现实选择的自杀 就当保罗来医院看望微方时 却看到小小的父亲也在 保罗也不好意思在这里待下去 放下送给小小的礼物就准备离开 可当小小父亲得知是望远近时 心里五味杂陈 因为自己答应女儿的事情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女儿要的礼物也没有准备 因为她这次回来不是为了照顾妻子 也不是为了兑现答应女儿的承诺 而是为了将房子卖掉 甚至还将礼物当作自己买的送给小小 小小等以为爸爸回来可以陪自己 却不料回来两人就开始吵架 最终小小选择了离家出走 没多久保罗就收到微方的电话 小小离家出走了 问小小有没有在他这 得知消息的保罗 第一时间就出门寻找 因为小小没什么朋友 他现在唯一的精神未及 就是那个猫头鹰 他不想他被困在这里淋漓 想要将他放归大自然 却不料他并不领情甚至攻击他 好在保罗及时赶到将他救了下来 你怎么知道我爸回来了 晚上去医院啊 问你望远镜哪来的 可是望远镜是我爸哪来的 得知真相的小小再次崩溃 原来爸爸真的不是回来看自己的 生气的小小将保罗关在了笼子里 保罗不敢相信告密的人是小小 因为自己对小小并没有虚伪的伪装 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去爱护他 最后落的这个下场 没过多久小小的父亲再次前往国外 而他们的生活再次回到了从前 生活中再也没有了保护 小小的下一个学校也不知道会是哪里 威方的心里似乎有无数酸楚 却无人可以诉说 他只能躺在床上独自一人抽起 小小此刻似乎也明白了母亲的酸楚 抚摸着妈妈的头发 无论生活怎样糟糕 两个人还是要彼此以为 一起将剩下的路走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志愿者